小夏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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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呢 不要緊 現在沒有很多秘密了 我就在俄羅斯和蒙古的邊境那裡 就是貝加湖那裡 差不多那一塊地方 以前你記得小夏 你看過Dr. Chimago 有一個叫Boriati Boriati 實在是一個蒙古詞 就是說這幫蒙古人歸順了別人 就是這個意思 挺有趣的 所以我今天做一個題目 我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看的那些叫什麼 Far from the Madeline Cloud 你記得英國的那本書 Far from the Madeline Cloud 那個作者都記得 我們香港人有時候讀文章 中學的時候是要讀的 哇 真的是那些地方 你跟他們說話 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美國發生什麼 他們完全不知道什麼在發生 對世界 蒙古人他們知道一些 俄羅斯他們知道一些 但是之外呢 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中國也是 連中國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們經常都問我很多很多中國的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 它又有網絡 但是那些人沒什麼所謂 對他們來說 沒什麼關係 好像小小的 我想回你 你每天現在看東西上去的 你這些就是合心的合心的信息 但是他們那些人生活在那裡 跟你完全沒有關係的 又沒有時間觀念的 完全是 那些人 實際西伯利亞那些都是蒙古人 都是住的那些都是蒙古人 那些全部都是牧民 帶著那些羊啊 牛啊 馬啊 還有養馬的 一群一群走來走去 真的 真的 養鹿也有 我整幾天做 養的那些鹿啊 就是聖誕老人那些 就是養鹿也有 養鹿 就是還有一群人 說了幾萬人 是靠那些來生活的 那煙蝦的角 皮 肉 裡面的那些東西 就是等於養牛那樣的用法 是 有很大的市場啊 中國那邊的那些鹿蝶啊 什麼東西啊 是啊 那原來就是這群養鹿的人 就好像就是跟著渡過了八令海峽 去了美洲 就是這群人來的 是 從血統上來講 他們原來染過DNA 就是差不多這邊就是蒙古 印第安人 蒙古人 女真 原來滿族的女真人 那些差不多一群 一群的 但是過了去美洲那邊 可能最後就是留下後代的 是10個人而已 所以現在的DNA找上去找10個人而已 噢 噢 我聽他們說呢 我聽他們蒙古人說呢 在亞利桑那裡 那個叫做納德豪啊 不是那些紅花的 納德豪的人唱的歌呢 跟他們根本基本上一樣 那些就是祖宗傳下來的那些歌 那些民謠啊 那些人靠唱歌來講 就等於講歷史什麼東西都是 文字都沒有很多 沒有文字的 紅花差不多是沒有紅的 沒有文字的 有意思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最有趣的是他們跟俄羅斯又有一種混合 現在俄羅斯人全部回到西歐國 歐洲部分 烏拉以沙漠 因為這邊的地有很多 真是多得你沒有想像 它根本有些人在這間屋 都懶得我們就這樣站起來就走了 這間屋就在那裡等它懶 但是這些土地就非常的肥沃 哇 樹林啊 樹林多了 所以我說真的 這個這裡真是 如果他們說以前 那個區以前是中國聽過的話 說就說是中國 但是你按照歷史來說 俄羅斯的遠東 Far East 那塊東西以前是誰的? 哎呀 那塊東西 你說是誰是硬說的 因為是沒有人的 那些柔武民族沒有國家概念 你說不說是誰都是誰 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真是到達那裡 是十六十七世紀以後 原來清朝 清朝你說蒙古是誰 就是蒙古 蒙古也是那些部落一路打下來 所以傳統不是這樣的國家概念 你說是誰說不定 你說蒙古人是中國人還是蒙古人? 中國人中間又是已經運到什麼了? 其實民族國家 這個概念是十九世紀以後才比較形成的概念 現在又打到亂了 現在又開始看著整個 哇 我們看著現在叫做歷史板塊 在衝撞在運動 所以那些大移民運動 歐洲人你說去看著 七七八八已經運了血了 美國就不用說更加了 所以你到時這個歷史大板塊怎麼動呢? 真是我們都是看著的 我們沒有多少可以預測的 不過我覺得你剛才說的那些狀態 自給自足是正常的 傳統全部是這樣的 現在的社會變了沒有辦法 傳統原來是這樣的 人家就是應該這樣生活的 其實很多東西 我們說我們做記者的諸事 真是諸事諸到全世界 現在成了職業 美國的白人打去西部 和他俄羅斯人打來西伯利亞遠東這邊 是基本上一個時代 一個時代 同樣差不多發生 同樣的歷史 俄羅斯是葉卡哲林娜 就是葉卡哲林娜 很難讀那些廣東話 她是德國人 那個女王是德國人 後來她就一直擴張到克里米亞 原來這些全部是油木民族 克里米亞原來是達旦人 俄羅斯人移動 但是俄羅斯向西的運動 就不像美國向西運動這樣 俄羅斯本身人少 而且整個俄羅斯 西伯利亞一說就是流放那些人的地方 誰有政治問題有犯罪的流放 但是俄羅斯是不斷想靠去歐洲的 他們是歐洲國家 歐洲就不認她 所以俄羅斯那些皇室的貴族 死去儲歐洲的公主 是呀 你想想好像十月革命的時候 那個尼古拉二世的老婆 那個德國人的? 不是德國人 她是德國人 但是她是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外孫 所以全部歐洲的皇室是連恩 俄國呢 但是美國西進運動不一樣 美國西進運動是一個自由運動 它不斷向西進 西進後來1863年美國的災地發 就是你去到那塊地 你衝過去就是你的 國家給你發證書 就是你6000人可以成立一個州 變成整個這樣擴大美國 這個是從Risiana Purchase 就是買了奧斯安蘭過來的 就挺有意思的 看歷史 所以美國現在搞成這樣 大家就覺得 哇 和傳統全部變了 那時候的俄羅斯呢 可能是沙烏皇派他們過來 但是他們都來到 都有一定的武器 跟美國差不多 還有他們建的那些 找樹 都建的那個所謂Fort 那個Fort 真的像到一模一樣 是啊 這個城堡是歐洲傳統來的 歐洲我們以前去到哪裡都是這樣 你去歐洲可以 現在西歐就很多 還有西歐的城堡呢 很多是專門建中世紀留下來的嘛 你如果走去波蘭 走去東歐那裡 你找到當時那時比較荒涼 十六十七世紀那時是那些樹莊那些城堡 美國也是這樣的嘛 美國大家走來美國看 就是什麼時候 又是沒有空的 有空的時候找一些朋友在那裡 去看美國的托方 你看James Town就是這樣了 也是那些樹凍起來的嘛 就是美國最早的 插 一直插進去 是啊 是啊 那個那裡以前 而不是現在 還是有些是無性社會這樣的 就是那些男人出去遊牧 就是去什麼什麼做事 那些女人在家裡 就說話了 那些蒙古女人是很兇的 我都不得了 所以他們說韓國有些蒙古血統 那時候忽必打到去韓國 就逼著他們儲一些蒙古 逼他們的皇室儲一些蒙古女人 所以變成惹了她去那邊 原本那些韓國人跟我們中國人非常相似 後來就變了惡了 現在你看到有些權貴很高 整塊麵包 是啊 都是那些萬族進來 你想想 唐朝 你說原來漢朝整一下整一下就弱了 後來被胡人打下來 李世文當時 王太宗 四分之三胡人血統來的嘛 鮮卑 她以前說惡就是那個誰 那個垂民帝楊堅的老婆 獨孤皇后很兇的 是有少數民族的 是啊 鮮卑來的嘛 真的 那些北方靠那些女人 就拿家庭就管住了 那些是這樣的 那些跟著的弟弟和那些大人呢 如果不是他們不管住 生存不了的 這些這樣的環境 天氣環境是很惡劣的 要生存真的不容易 真的要精打細算在家裡 一樣一樣的資源 很有意思 現在就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這些所謂的白人 俄羅斯白人呢 就開始讓你退回歐洲那邊 烏拉爾山脈 是啊 我今天問了 烏拉爾山脈 是 烏拉爾山脈 就是中文正式翻譯叫做烏拉爾山脈 烏拉爾山脈 就是那個分開 隔開歐洲和亞洲 歐亞大陸的分界線 那他們 今天我就跟他們說 說了很多東西 因為大家講了打仗 他們說 他們這麼說 他說俄羅斯的白人 只是白人 白人的地區是絕對不容許分裂的 就是說我說這場仗到底打了什麼 他們就是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場仗跟那個地沒有關係的 他們有的視地 你現在看到地 就是遠東多到你沒辦法想像 那些一片 俄羅斯全世界最大勢 他就是為那個俄羅斯人 普京 為俄羅斯人的血統的人 一定要最後一提 他俄羅斯人有這樣的 就是要求做到 有一點點 都有點像漢人這樣的想法 他有一個問題就是這裡 俄羅斯原來 蘇聯的時候畫一些行政邊界邊 畫端都不緊了 俄羅斯人還有一個很特殊的一支就是 就是哥薩克人 哥薩克人 哥薩克人是原來不受農奴制的 十七世紀 俄羅斯人是農奴制來的嘛 全部要混在龍舟 要有得買賣 其實是奴隸制差不多的 那些人就走了出來 就在頓河 現在說分裂了出來 加進俄國的那一大地 那些地區頓河哥薩克 那些人有名 很兇悍的 那個標喊的那種人 他為什麼真的打出來 那些女人是大肥女人 家裡照顧得好 很多故事 很多猶太人也去了那裡 所以猶太人在那邊 就跟哥薩克人有交集了 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 大家可以看的叫做《靜靜的進河》 當時是俄國的蘇聯小說來的 但是寫《俄國內戰》 那個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的 正正的頓河 寫就是寫那邊的哥薩克 那現在烏克蘭呢 是不是Georgia的東部 不是Georgia的東部 是烏克蘭東部 烏克蘭東部 但是現在打仗在那裡 是的 他們就從2014年打去怎麼樣 那些人是俄羅斯族來的 但是他們畫在烏克蘭 所以哥爾巴喬夫也是哥薩克 哥爾巴喬夫的父親 在邊界畫在俄羅斯 他媽媽畫在烏克蘭 他父親的村子就沒有畫在烏克蘭 是一樣人來的 後來他們很飆悍 獨立性很強 所以烏克蘭人對他們有忌備 所以被忌 所以在2014年政變了之後 先說不准他們說俄語 這樣才會弄出一些衝突 這件事很敏感到不得了的 我看他們一說到這件事 俄羅斯正直這樣說 他說俄羅斯的白人那種團結 是不容許破壞的 跟我說得很認真的 因為這個又是一個 為什麼會有這種傳統呢 因為俄羅斯的生存環境很惡劣的 如果看就算是政治生存環境 他的政治生存環境從17世紀這樣算起 他面對他北面強大的瑞典 瑞典入侵很多次的 對俄羅斯的強大的瑞典 那邊很分裂的 但是曹山山的波蘭 再頂著一個當時很強大的奧地利 那俄羅斯人有一個問題 就是傳統的被歐洲人看不起 覺得你們野蠻人 那時我看了一本書 《笑死的照片》 講中國俄羅斯的說話 他說當中國人已經是在那裡 就是有很文明的生活 洗臉擦牙什麼早上都是 他說俄羅斯人還住在樹上 其實不是這樣的 就是猴子 是猴子 那俄羅斯人很看不起他們 真的不是一般的看不起 所以俄羅斯仍然有那種心理 你看那些小事 自卑感 所以俄羅斯後來就比德大帝 18世紀初改革以後 比德大帝上去做什麼呢 我們要歐洲化 一看到俄羅斯的貴族的胡蘇 通通給我剪了胡蘇 後來整個宮廷不准說俄文 要說法文 所以俄羅斯的貴族以前是全部講法文的 以前是 你回去看回Dr. Zhivago 他們上次社會的人都是這樣的 小夏他們是這樣的 我想明白他們的思維 他們想著這次打完仗之後 有機會認另外一次分裂 但是這次分裂呢 俄羅斯的白人 就是剛才你說的那裡 那個是不會分裂的 分裂就是不同其他的種族 比如說亞洲那些 實際上整個西伯利亞都是蒙古人的 蒙古人實際上是一個大混合來的 以前是戰領 現在他們真是白人真是退走的 所以將來不奇怪的 如果西伯利亞、遠東這邊分裂 但是蒙古人又沒有這樣的領導 也就是沒有了以前那種成吉斯 就是拿到領導能力沒有的 找不到人來領導 就是它是有沒有民族 就是它不適應現代的統治 現在他們會有幾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要這樣做 有幾個問題要解決的 第一個就是中亞部分 他們連中亞連買 中亞的穆斯林的極端主義 哈薩克斯坦、吉爾 吉斯坦所謂的那些斯坦 跟著阿富汗裡面 就是蒙古人很多 好像現在蒙古的卡伊梅 就是俄國的卡伊梅哈共和國 什麼其他那些 蒙古人的共和國 他們是信伊斯蘭教的那些地方 但是當時車神就打到叮叮叮叮叮的 後來葉利欣、普京都去鎮壓 後來車神的知識份子 我和一個車神知識份子經過 他說想一下不是路 如果俄羅斯人不統治我們 換關阿富汗的塔利班來就更壞 所以他們後來車神就發現了大量的塔利班的人 而且美國政府還走去利用這些人 去整股俄國 所以又是害怕的 這個第一個害怕 第二個你害不害怕中國 中國的問題呢 它不一定打你、侵犯你 中國現在自己內部散起來 中國隨便隨便來 五千萬人移民你試試 所以這些事情 很多當地看他們這樣想 但是國際戰略上 我們看國際的事情 你要看這些變化 真是不知空刺 我經常都說世界已經是二次大戰以後 基本和平了幾十年了 大家是不是可以保持基本和平 我不喜歡打仗是這樣的 就是你不知這個世界 不知哪裏出來了 又禁了去哪裏 又出去了哪裏 我真是很害怕的 不不 我同意你講 我同意你講 但是呢 現在這次 這個現在這樣的所謂分裂的機會 包括我們中國 就是這次這樣 那個國際的衝突 真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先說中國 會有很大的分裂 分解 你現在美國都分到傻了 你都不知道這些大國 在世界上所有大國 歷史上所有大國 都有分裂的時候 沒有一個大國是從頭大到尾的 沒有真的 你如果把歷史拉上一千年那樣看 你哪個大國是大到尾的 就算蒙古人 當時忽必烈在北京就任之後 紅軍軍來的時候造反 只有八十多年而已 蒙古自己的成吉斯漢 他自己一死就分了 分了四個漢國 俄國那時已經是金將漢國 所以又是分的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說人類社會 你現在講全球化 講到發那些夢怎麼做呢 分裂是永恆的 統一是暫時的 同意 真的同意 我們有時候 我們人生短短的幾十年 就覺得分裂好像很不正常 實際幾十年很短的 所以看不到整個發生 不讀歷史就看不到 大家聽了我這麽長時間都知道 我個人就不是 就是我有時候有些真正的 我看歷史看得多 所以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你當時很激動 但是轉過來一看 真的轉過來歷史一看 這些東西真是 正常的 是的 做學生的時候會很激動任何事情 到了每次都說我們在歷史 我在歷史性的時候 其實人類社會幾時都是在歷史性的時候 都說完了 同意 我最近來到這個區 挺有趣的 因為我有幾間公司要結束 一直在這裡五年 還沒回來 他都不歡迎 現在不歡迎 暫時俄羅斯不歡迎外國人 尤其是我們中國的面孔 進去當然是召集你很多東西 他很召集的 這一頭就說要你幫 那一頭就對中國人充滿懷疑 Elmer 不是我說什麼呢 你在那些蒙古人的那些堆 你運得過去的 你多一點多的東西 因為你高大嘛 高大運得過去 一看下去 你真是不知道的 而且人呢 我是覺得人 你現在看年輕人很多美女 他會加強他那些feature 到了年紀大以後 看人更多看人的性格 什麼的 你真是運得過去的 現在說他們傳習近平 應該有蒙古血統 有的太正常了 他爸爸山西那邊的人 陝西那邊的人 怎麼西就去到蒙古邊境了 那邊的人沒有 那邊的人不是 你說蒙古人 不分的 那邊的人不分 人人都有 個個都 他們說黃河以北差不多 全部什麼都齊了 什麼人都齊了 我有中亞白人血統 是啊 為什麼很簡單的 你看我爺爺那些 整個外國人生的樣子 我像我媽媽 像廣東人 為什麼呢 因為是清朝 清朝打落江山之後 有些新疆的回客人 中亞人來的 中亞人算白人血統 然後就在湖南放了一支部隊 在湖南逃江 所以逃江就變了很多混血的人 那些姓 好像我們以前的歷史系 北戴歷史的主任 展白鑽 那個展是 不知道穆克穆德 姓馬那些是穆克穆德 轉過來的 所以 中國人有句話 大家唱歌都唱 《桃花崗出美女》 就是桃花崗就是我們鄉下那裡 為什麼呢 桃花崗出美女就是混血的 所以我家裡 我爸爸那邊 亂摸啊 亂摸啊 膏鼻啊 那種深眼那種有多少的 如果你走來美國 你都不知道是哪裡混血的了 這些人是不會看的 我們就看 中國人看 中國人看到有些區別的 看到有些區別 但是北面更多 山西那邊也很多 山西那邊近時叫什麼? 遼國 遼國本身跟外面運得很厲害 全部都是這樣 這個是民族大融合 就是大家如果研究歷史 你在那個地方 你現在在中亞 就是古歷史學 古到什麼 就是研究人種變化的歷史學家 最感興趣的地方 因為中亞是民族融路 你從人類出來 那怎麼說呢 因為其他地方 埃及啊什麼東西都是農業 就五千年前開始農業文化 中亞是油木文化來的 中亞的油木到處 因為它不油不行的 它就要帶著 它不是侵略的 你現在說是侵略 它到秋天 就是中國人說秋風起湖馬肥 為什麼呢? 秋天那邊冷了 它不是全家藍籤都試? 全家藍籤都看見你 殺了你、搶了你 那些是正常文化來的 中亞人有幾個重要的發明 就很有意思的 當時一支中亞人 應該是三千多年前叫Sixos 我不知道怎樣 Hertis、Sixos 《聖經》有提到那些人 它發明什麼? 它發明騎馬穿褲 以前那些人是趕車拿個馬來 騎一車都全部穿裙 圍著一條 沒有人想到把裙子 中間展開一條褲子 騎在馬上 他們發明那條褲 那條褲很重要的 發明著褲 後來中國的時候 到戰國的時候 我們看《戰國冊》 《戰國冊》就有一篇 我又重新背過去 《趙武林王》 《趙武林王》 《湖伏其社》 怎麼說呢? 就是趙國 趙國不是在北邊 現在北京再往北邊了 《武林王》 《趙武林王》 《趙武林王》 他就帶頭 改變中原的做法 就叫胡馬騎射 什麼叫胡馬騎射呢? 就是蒙古那邊進來的馬 用蒙古那邊進來的穿褲的辦法 而且用雜袖 那些袖就撲在那裡 就不會是大闊袖 就是雜袖就可以射箭 趙武林王 胡馬騎射 其實是這個《戰國冊》中很有名的一篇 後來那些人就頂不住了 那些人後來把他殺了 但是它是中國大改革 就把這一套蒙古 就是那邊都沒有蒙古人 那時候沒有蒙古人的 那時候就沒有蒙古人 全部都很多 分類很多 胡人 這個就是 特決啊 什麼都有 是的 特決都是後來的 胡人什麼都不同的叫做 特決是後來的 特決到漢朝以後 就是到唐朝以後才是特決的 特決是後來的 當時就是胡人一堆 鮮卑人 姜人 什麼 當時中國叫做 叫做 東移 東邊就到海邊 你們是疑人 南蛮 南人是蛮人 西人是融人 西融就是到這個融族 北敵 都是全部九字邊的火 北敵 西融 北敵 南蛮 就是這樣四面八方 包著一個中間很小的漢人 都還沒有叫漢 那時候叫做華夏文化 對著我讀歷史 我喜歡這些東西 都在收金 很值得 還有一個地方 我以前也有去投資過 後來搞不清楚國界 就是蒙古的西北 蒙古的西北邊 那個叫做什麼 我突然間前摸 記不記得 又是中國搞 國界沒有說清楚 實際上 又送了給俄羅斯 那個叫做什麼 土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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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瓦的土瓦 土瓦民族 不知道中文另外一個叫法 土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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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打的 那些人有時候他看到我就有點尷尬 他到底搞不清楚 實際這個地 以國際法律來說 這塊地是屬於中共 你說你拿回香港不如拿回那塊 這麼冷 不要去的 他那裡的資源豐富 都沒有賣水 還有那裡 阿小夏 第二天你真的退休前 那裡那種靚化 那個山河那種靚化 真是不得了 仙境一樣 仙境一樣 我拿不到簽證 現在美國人拿不到俄羅斯簽證 是啊 很緊張 最近的局勢很緊張 他因為打仗 變成所有的那些 所謂security 保安 緊張得不得了 怕你會滲透 上個星期六國會通過法案撥給烏克蘭 610個億的 同時它有法案中 那個法案中包含就要將它沒收俄羅斯的財產 轉交給烏克蘭 那這個就有得打了 同時TikTok就一定要賣 國會通過了 通過了給台灣給以色列的援助也通過了 星期六那些人不回家投票 現在國會還在打了 所以有一點關係會很緊張 有一點 俄羅斯人說 這個我跟他們都相處了很久 他們說從來 現在普京從來沒有侵略歐洲的意圖 你怎麼看啊? 北約那些人又說北約廣衝 又說準備 現在今天在烏蘭打仗 就是不想要普京打過來 不是 普京有沒有俄國侵略 人家侵略都習慣了 不幫他們去三國呢? 你覺得現在還有沒有野心呢? 現在整個問題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你記不記得利特拉的時候說 要生存空間 德國當時八千多萬人 19世紀就是佔大家 統治大家認為 因為工業革命以後 工業革命以後 英國在一個世紀之內 人口翻了四倍 整個工業 你1820年以後 谷物法以後 總之不講了 那些變化 世界分工就開始了 人口 還有後來衛生人口不斷升 所以到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之間 很多國家的時候剛剛抹了國界 每個國家都是想著土地不夠人口激增 中國也是出一樣的問題 土地不夠人口激增 所以當時說 抹爭生存空間是大問題 現在人口收縮 現在人口收縮 土地的生產力大了那麼多 土地管治反而成了問題 所以這些事情 現在很多時候是 一些很多哲學性的思考 到最後怎樣變成國家政策呢 我們正在看著變化的 現在你霸了別人 壞了佛地 但最後其實太空怎麼辦呢? 太空還要佛地的 太空哪個權利 那你怎麼說呢? 那在太空那些競爭的互聯網 那些coverage 那些很大收益的嘛 那又算是誰的? 而這些東西呢 雖然有國際條約 但是呢 就在越來越發達的時候呢 國土國界之間的爭端 中間有很多這個考慮呢 是為那些這樣的因素 又是重新考慮過的 所以你說俄羅斯五大塊地 那些人口在縮緊 我星期日就有一篇文章 在我的YouTube 上 我又放了我的Patreon的連結 就是叫做Steven Cotkin 就是他 原來Princeton的 後來去了Stanford 他寫一篇俄羅斯五種可能的前途 我過去那篇文章可以參考 我看到你很值得 這麼巧 現在說起的那些話差不多 是啊 但是我覺得很多觀點 就愚蠢就不用說了 另外有 但是可以參考 因為美國 他應該是美國學術界 研究俄國最有權威的人 在目前 很多政策制定者會參考他的講法 我有不同意 有同意 今天不是講這個時候 但是你看這些文章 大家有很多考慮的不同的角度 另外我覺得他這篇文章 我講一句很快 我有一個批評的問題 現在是很多外交政客專家的一個致命傷 那個致命傷在哪裡的致命傷 就是不考慮美國的變化 將美國作為一個不動的因素 放在其他國家再做評價 俄羅斯 現在俄羅斯以後會怎麼變化 中國的變化和美國的變化 會對他很大的影響 同時一樣的 中國也是這樣 所有地方都是這樣 全世界的人都是命運 即是在這個共同體裡 真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來的 所以我現在想介紹給 我覺得第一個是美國是最關鍵的 美國對世界以後怎麼變化 是一個最關鍵的因素 所以我也很想給大家介紹 他們都承認 他們都說 蒙古人和俄羅斯人都說 美國是主導 大家都看著美國 但是美國這個主導會怎麼做呢 美國選舉會怎麼選呢 國外會怎麼樣呢 國內的人的情緒是怎麼樣呢 那就真的大家要知情了 你今天這些新聞 大家看到哥倫比亞的學生罵成這樣 昨天耶魯學生佔校園 支持巴勒斯坦 警察要去抓人 現在變成年輕一代的精英分子 很大件事的 這些事情很大 拜登政府會讓步在這些事情上 就是要選票的 沒得不讓步 現在我以為都是什麼 現在我以為他會為了猶太人的錢或者票 但是現在根本看起來 猶太人可能那個力量 在美國的力量在消失著 是的 因為猶太人自己有些 有猶太人自己造成的 為什麼他自己造成的 就是真的他阻了這麼多年 他們現在轉不過來 不知道怎樣對付 就是他們不明白這種左翼運動中間 根深蒂固的反資本主義 同時也都反右的特色 特徵 跟我們中國人差不多 我們中國人那些年輕的下一代 也是 我們的觀眾裡面很多 我們這樣的年紀的人 對他們的子女 一點辦法都沒有 完全走的路線 完全走的路線 就是差不多跟你講的 哈佛和克朗普的學生走的路線 沒有辦法 這些真的沒有辦法 它就是這樣了 所以現在順便講一下 我剛剛開始 剛剛昨天才把那個流程做得比較順利 我就每天 差不多整個小時 等於美國 英文報紙的文責 每天讀報 我現在乾脆放在Elmer這個頻道 我應該每天下午就可以推出來 等一下我今天已經做好了 大家看到了 我就差不多下午推出來 大家有得看 這個是美國報紙 不是美國 是英國那些 總之是英文媒體 我下面還會有些 就是加入我的團隊 會有識法文、日文那些人 會在其它文 就是全世界都在那裡做文集 小佬說回廣東話 就是現在我們觀眾主要是廣東話 放在我那裡 我真的歡迎你 但是我們香港大大話 也有幾十個廣東話的KOL 幾十個 當然了 有些就很不喜歡我們 沒所謂 但是有些跟我們差不多是有辦法談的 放在他們 就是大家講 這個觀眾群體 可能加起來 都有幾百萬香港人 還有香港人 還有 我呢 我就整條 我就 因為這個真的是 大家做公益 不是賺錢 我整個影片 我放在那個地方 大家又不拿 我可以做到 你將來 我幫你推薦 沒有所謂 你自己做一個 做一個 你無辜的 人們上去 你的網頁 人家又不會上的 你用什麼 鼓勵他們上去 你那個網頁 那個網頁 就是全部看你的新聞 是 讓我現在做 現在 我老老實說 整個廣東話 全部從文字到什麼 全部我一個人做的 我一個人做 做的 就算奇蹟了 這個應該是 大家計算一下的數 他們跟我計 應該15個人做的 我一個人做完 所以你知道 負擔很重 我還要做 國語那部分 國語那部分 就有人幫一下 但是真的 就 廣東話真是難 真是難找人幫 是的 幫不了 因為你 你除非是坐辦公室 你這個做什麼 這個做什麼 現在做什麼 有些 在網上我試了一下 很難 那個人不見了兩個小時 你又沒有人去找 那時候 你又說 新聞是急到跳了腳 那些人 什麼時候要出街 又未出到 那些呢 我要解決了那些 那些 要找一個人 就懂得做的 就來管整個事情才行 就是你一個 最初你當然是有一個中央的網頁 有一個中央的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 所有這麼多的語言 譬如40個語言 全部齊齊的 這個就是這個企業 或者這個集團的主要的對外的窗口 那這些變成總部的網頁 但是你可以分出去 跟錢沒有關係 還是免費的 你可以分出去 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 讓他們可以推 尤其是廣東話就是一個特殊的問題 跟普通話不一樣 所以廣東話 要擺去那些所有 他們當然是願意 所有粵語的網台 網台 就擺在那裡 任拿 任拿 不生氣 是的 到時候我先 就是給我一些時間 先把這個模式做穩定了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叫做超負荷 超到 就是千萬不要做到沒有這條命 因為我和Elmer一個星期四次 我還有一次國語的 就是五個小時的show 那跟著呢 就每天 就是現在普通話 大家看我自由美麗 看到那個頻道上去 你看到我 我又改了版 我原來一個短版 一個長版 看看反應如何 大家對長版反應好 所以我普通話 變成上週一個廣播 下週一個廣播 就變成分兩份 就叫做上五版 是美國國內事務版 下五版是國際事務版 那有兩個朋友幫我做 現在幫著的 大家都是真是 義務得多的 廣東話版 每天我做一個版 是國際新聞在前 就是美國國內新聞在後 我打算國際的朋友多了 國際新聞和評論 很多是評論 你看到昨天一條 四十五分鐘又多了 那真是 很長 大家做過廣播電視 就知道了 這個真是十幾人的工作 我們現在全部的產品 現在我們是兩個 我是一個人 全部做完了 我再加兩個半個人 再加半個 小半個做社交媒體 是這麼多人 大家一起做了這麼多事情 都算是這樣的 這個創作是了不起的 所以我看到你很可惜 你的創作 如果人家剛剛沒有機會遞出去 你說很可惜 所以我們不是在做你的工作的人 就是應該想想怎樣幫你散出去 大家幫忙 大家幫忙 就是我所有事情都把Patreon都推在那裡 那是真的 但是其他我現在想著 我現在想著每天在Elmer 現在我們講話這個頻道 我每天下午推出一個廣東話的廣播出去 廣東話的視頻 視頻出去 你知道眾口難調 有人說太快 有人說太慢 有人說又想多些這樣 多些那樣 做著先這樣 大家有些做得不對 大家包含一下就是了 老師 另外一個問題 我聽我的觀眾說 那個Patreon Patreon那個所謂那個 那個板 一掌去那個板 不是說你 是Patreon那個板 認真不夠吸引力 沒有辦法 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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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什麼 那個很差的 差到差不多 那種原始到 原始根本 人家內行的人叫做 就是user unfriendly 這個你不能改大 將來如果你說有自己的page的話 這個東西是很關鍵的 不是 寫著了 已經寫了一個了 就是要做到它 你知道現在的page上去很方便 做到適合現在的人的胃口 我要跟大家還有一點說 你就是做網頁 裏頭做網頁的朋友 你知道了 做網頁就是做文字網頁 很簡單的 我都會寫的 但是呢 你文字聲音 視頻 那些所有的混合 誰跳出來做什麼 是啊 那些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都算好 因為我有朋友 手下的人在做 他們原來在美國之音做過 他們就知道 你為什麼美國之音 這麼大的機構 那些網頁又是真是痛苦了 那些網頁做到真的 就是怎麼說呢 中學生寫的不少 還要一千萬美金給人寫的 政府的東西就頂不住了 不用說了 所以我們自己做 他們現在就下去 那個整個page 就要看一下 哪樣是現在 能夠跟上大家的口味的 哪樣是最方便的 還要是多語言 多語言是很難做的 那我們商量說 是不是單一個一個語言 多語言 都是多語言 一個page 但是真的要大家知道很多 真是一擔心機 麻煩大家 稍微有些耐心 我現在2月19號才開始做這個 每日廣播的 現在剛剛兩個多月做成這樣 都不算壞的了 不不不不 製作那邊 完全是無可厚非的 絕對無可厚非的 但是最可惜我就說了 你製作這麼辛苦 而沒有出到街 沒有出到很多人看到 這樣東西就是非常之不值 要爭取要爭取的 所以 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明白 你設計了一個很好的產品 沒有人買的 這一下就很就忌的 做生意很就忌的 我跟大家匯報了 現在我切了十 我的團隊裡的人 就為了切這個 為了推 切了十幾個社交媒的帳號 他們問我TikTok切不切 我拜登都用 我幹嘛不用 沒所謂的 你現在播出來 你現在不是跟它 你不是跟它interactive 現在一個方向是你播給人 你怕什麼 它又不會有東西回頭的 我知道 還有接著就切了 好像小紅書那種 他們全部 我不懂的 我完全不懂的 他們全部跟手在做整個 所以這幾天就會推出來 我幾邊要顧著很多事情做 就算它有五毛那些 就是留言來搞你 都是好事來的 真是好事 證明你成功的 證明你能夠出去的 是的 所以今天 今天 現在 下午兩點鐘以前 一定是會將今天 22日 今天的 那條 語訊新聞推到 Elmer這個頻道 到時候大家 我要組織組織的 因為我很多群的 我要把它轉到 我有十個群 左右的 不同地方 每個人都不同群的 倫敦也有 澳洲也有 我要放到那十個群裡面 讓他們可以 看看一下 它就知道 怎麼找你的網址了 不用經過我 現在沒有網址 現在經過你 明天有這個網址 看看一下 它就自己會上 放在它的reminder那裡 好啊好啊 多謝 好 今天講到這裏 小夏 好啊 就這樣 星期三見 各位 晚安 晚安 拜拜 拜拜